渔民大头朝下就往海底洞穴钻去 居然只是为了放进去一个贝壳 看清后才发现 这贝壳上居然还挂了两个钩子 钩子上串的正是香喷喷的臭鱼肉 这是菲律宾渔民自制的捕鱼大杀器 别看就这么简简单单 其实每次出手 都能帮助他们斩获上万元的鱼货 而放完贝壳只需要撒上一把灵魂小饵料 就可以吸引鱼儿院者上钩了 说着他们就继续物色下一个放置陷阱的地方 这种贝壳陷阱小巧轻便 不用像放鱼龙那样 需要提前估量好地方能不能融下 只要放在合适的鱼道附近 就不用愁没有鱼上钩 而且这种在海底最不起眼的小贝壳 是天然的障眼法 保证鱼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把陷阱全部布置好后 他们第二天早早来到了这片水域 凭借着出色的记忆力 渔民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陷阱的所在 穿过一片漂亮的珊瑚礁 他发现贝壳上的鱼线 一柱晴天崩的直直的 一直延伸到上面的礁石 这一看就是被鱼儿拖过去的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渔民二话不说就顺着鱼线捞了过去 却发现鱼线打劫了 然而这个地方过于狭窄 还有事业盲趣 渔民睁眼瞎视的解了半天还没解开 只好换成另一个兄弟结力 可谁知道猪队友比他还不扛用 坚持了不到半分钟就败北了 最后还得他再次尝试 这回好说歹说是把大鱼拽了过来 赶紧看看这折磨人的大家伙长什么样吧 看清了渔民顿时就是一心 看着威武的小豹纹竟然是一条四五斤的大石板 刚才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 渔民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提到船上 连着贝壳一起交给同伴 三百块一斤的大鱼得放进水仓里保持鲜活 而贝壳还能二次利用 重新潜回海底后 渔民没有休息 继续找到下一个贝壳的位置 这个贝壳放在了一片地势复杂的礁石上 而鱼线同样是笔直的延伸了老远 不用说这回肯定是有种鱼了 渔民这回学聪明 也不顺着鱼线的轨迹去捞 而是直接绕到礁石后方 把大鱼打个措手不及 你瞧这回就很是顺利 一下拽出条淡红色的大鱼 我的天这居然是条五百一斤的东兴班 而且东兴班是以淡红色唯一等品的 像这样一条卖个两千块时轻轻松松 这赚钱的速度羡慕似谁了 在下一个陷阱 则是藏在了石洞口 老远一看就见一条花纹奇特的东兴班乖乖躺在洞口 这倒霉货原来是诱饵挂嘴边了 饿得只抽抽 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拖到了水面 这条比上一条还大 有个六七斤 又是两千块到手了 钱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的收获就已经突破了五千打关 真不敢想象把所有的陷阱都收完 能赚多少 渔民喘了口气休息一下 就继续寻找下一个陷阱 不得不说这也真是个体力货 一趟接一趟真够累人的 好在他们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 这么快就又拉上一条鲜活的东兴班 在菲律宾收东兴班 怎么比我吹牛还简单 难道是老演员了 赶紧把我投送过去检查一下 正说着渔民再次不声不响地拉回一条大鱼 这是条分量十足的大白鱼 拉上来一看发现是条漂亮的大连剑 这种鱼虽然没有斑鱼那么值钱 但当个天头回去煲汤还是不错的 眼看贝壳已经收了一大半 渔民也是越收越顺畅 这下一个贝壳陷阱可谓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鱼儿就这么静静躺在贝壳旁边 渔民本以为挂了 谁知一上前去这家伙忽然起死回生 然而这时候回生也只有回锅的分文 只见老哥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一拽鱼线就连壳带鱼一起薅到了手 水下还没觉得 这么一抱跟抱个小煤气管似的 两个渔民连脱带拽的才把这家伙弄上船去 这条大货少说有个十五六斤 值个五千块是没什么问题 害得我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 然而到这儿他们的陷阱依然没有收完 再下一个陷阱依然是很顺利地就收了上来 又是一条几斤重的东兴斑 这东兴斑他们调不麻 我都要看麻了 有这么好的资源换成我也乐意辛苦完 眼看只剩最后几个贝壳没有收束 渔民加快脚步 再次潜到一片珊瑚礁 你看这条鱼藏得够深 要是眼神差点还真让他给混过去了 但是渔民的眼神平常不知道 可在水下绝对是火眼金睛级别的 见这家伙被发现了匆匆忙忙就要逃跑 渔民二话不说就拽着线把他薅了出来 又是一条胖吞吞的大石般到手了 这条品相是格外的好 又是两千块入账了 就问这么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再下一条也同样没有让他们失望 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这条大鱼装死 就三两下拽到了船上 又是一条上好的大铃剑 这种鱼又鲜美又营养 虽然跟斑鱼比不上 但拉到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经济鱼类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陷阱没有收束 不知道这最后一条 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大货等着他们呢 好吧居然又是一条大石般 虽然算不上惊喜了 但是这么大一条 他们也是很满足的 最后一传人收拾好装备 就赶紧返岗了 差一点的留着当晚饭 贵的全部打包卖去市场 最后换回了一摞钞票 数钱都快数出残影了 到底多少不知道 但看他们的笑容是肯定不会少了 这些钱最后评分给了大家 感谢大海 看得过瘾点赞关注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